注意看 当龚汉林上前扶住赵丽荣老师的胳膊时 却直接被狠狠地甩开了 但实际上原本的设定却并非如此 1999年的这个小品 虽然逗笑了无数观众 但是他电视机前的家人却正在抱头痛哭 因为就在除夕的前几天 赵丽荣老师突然被检查出癌症晚期 可谓了不给自己和观众留下遗憾 他还是决定强忍着病情上台表演 而此刻的龚汉林也早已得知他的病情 因此他的这一举动 其实是一份晚辈对前辈深切的担忧 而赵丽荣老师也甩出了他最后的这份匠心精神 最终这段小品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下卸下帷幕 而赵丽荣老师也完成了他最后的心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